村长家生了大胖小子得了黄胆 有钱出钱有关系出关系 举全村之力在保温箱里待了三个月 终于赶在办百日宴之前出院了 本来是件全村高兴的大喜事 但是隔壁老王不干了 拿个大喇叭蹲在村口 逢人就说摇不得摇不得 千万摇不得 说黄胆会传染 他一个糟老头子倒不怕 反正妻女都在成立 可是老乡们都上有老下有小 特别是村长 日理万机万万不能被传染 这时候人是越聚越多 黄胆倒是没有被传染 但是情绪已经被他感染了 就连平常皮操肉厚贼扛奏的二愣子都慌得一逼 就在这个气氛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有个爱读书的年轻人提了个问题 说不对呀 新生儿黄胆可以在一周左右达到高峰 一个月就慢慢消退了 这是常识 况且咱们卫生员都说了 村长家的公子那是从大医院出来的 人医生都说了 因为比一般的新生儿在保温箱里待的时间更久 所以这才出来呀 抵抗力稍微差点 适应几天就正常了嘛 老王虽然是在家里排行老八 但是因为天生白发 总喜欢在村里壮大 对着读书人就是一通数落 你个年轻消灾 你懂啥在 狼个人个听伟森院店 他一天到晚乡下打医院嗓班 才故意冷个说的咱们村的药匣子临走前不都说了吗 什么是科学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 咱们就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力气去预防 药匣子可是有祖宗十八代单传 传而不传女秘方的呀 年轻人缓缓地低下了头 嘴里嘟囔了一句 可是药匣子才活五十七呀 老王一听 大家半信半疑 瞬间把这个调门又提高了八度 给你们说私话 我媳妇刚给我打了电话 说村头现在荒单多得很 当初提前从保温箱里出来的 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我们现在还不多 大家呀就偷着乐吧 就在这时 刚开完会的村长走了过来 面色凝重的对老王说了四个字 您知道是什么吗 我是定风波 下回咱们接着说